从澳门1999年回归那一年的话 我们大概是总体的旅客一年 大概是接待700万旅客左右 现在到去年的话 已经到达了大概是3580万的旅客量 今年的话 就是看现在的情况的话 大概不到4000万的话 也会很贴近4000万的这个水平 近日多位澳门人士 接受记者采访时 谈到澳门回归20年来旅游业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澳门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近年来 澳门推出一批展现多元文化的旅游产品 向旅客展现澳门的不同面孔 丰富旅客的文化体验 旅客不再局限于打卡地标性建筑和博彩区域 一方面是推出去我们的形象 另外一方面也是吸引一些朋友了 就是再度过来澳门 不然的话你不能每次过来都看打上班牌房 所以一定要发展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 让他们每一次回来都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所以艺文汇澳是一个很大的新的项目 其他的包括我们的烟花比赛 包括很多花族巡游或者是光银节 我们2018年为例文化区全年的演艺节庆活动有700多 但是文博方面的展览以及相关活动达到2000多项 参与上面活动的总人次达到900多万 为本澳的居民更有可能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文化生活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澳门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 为用好这张新名片 澳门文化产业基金推出社区文创专项资助计划 鼓励澳门市民参与其中 为美食老字号进行品牌重塑 向世界展示澳门美食文化的魅力 便利的交通也是吸引旅客的要素之一 港珠澳大桥通车一年多来 已成为澳门第二大旅客入境口岸 仿澳旅客结构也发生改变 以前都是第一 永远都是观察口岸 第二就是坐船过来 在未来来讲 它作为一个进入澳门口岸的重要性 也会继续彰显 旅客的结构上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团队来的客人慢慢的减少 个人的客人越来越多 面对不断增长的游客数量 澳门的旅游承载力能否跟得上 对此文启华坦言 虽然存在一定压力 但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和旅游产品的推陈初心 澳门旅游承载力将进一步提升 其实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就是要打造一个要移居 也要移游 也要一个大家可以在这边安居乐业的地方 要发掘不同的那个地方 不能太集中在同一个地方 一方面是分散的地点 另外一方面是分散的时段 怎么样去更好的让到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旅游体验的话 也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的重点 希望通过智慧化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长远来讲 也要通过产品的开拓 还有交通还有基建的发展 可以说是更深入地解决承载力的问题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